宇航员居然驾驶着飞蝶入侵了我们的村子 村长大会还没有结束 新的村长还没有选举出来 没有办法 我们先派出长毛手来抵挡一会儿 我们可以看到宇航员过于自大 单枪比秒驾驶着飞船就来袭击我们的村子 不好他手里居然有高科技武器 但是我们的长毛手也不敢施出 一击百倍攻击直接打出 虽然宇航员在不停的攻击 但是他末日马上就要到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百倍的长毛直接攻击了他的面门 此同时飞船也被大部分的长毛击碎 一转四分五略看来我们的长毛手要赢了 但是居然是宇航员胜利了 这是为什么的 我们把您从分析我们看到长毛兵又打到宇航员的身上 但是宇航员的子弹却洞穿了长毛兵的脑部 真是太遗憾了 接下来就看我们村子里二汉子的操作吧 宇航员已经发起了攻击 二汉子还并没有出手 由于批操入后 二汉子接了一枪之后并没有阵亡 他继续一点一点的靠近了飞船 由于飞船被破坏 宇航员的攻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听到我们已经看到二汉子的攻击已经破坏了整个飞船 但是突然间比赛结束了 是宇航员获胜这是为什么呢 虽然二汉子的攻击不算是最犀利的 但是破坏了极强啊 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整个飞船已经粉粉碎了 但是宇航员却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不然宇航员从缝隙中偷袭了二汉子 大家应该点个赞鼓励一下二汉子 由于村子受到袭击 我们老村长也冲锋在前 但是老村长是一个近战的兵种 如何才能击败宇航员呢 他就深不知鬼户觉得走到了飞船的底下 一击两百倍的第一次攻击 直接把自己干死了 当选村长大会已经深深伤害了我们的老村长 我们没关系一个村长导演去千千万个村长站起来 下一个上场的就是我们村里的药剂师 宇航员也是首先发起了攻击 我们的药剂师也是没关着 一击百倍的拼命官直接打了出去 通过一些缝隙子弹已经打到了药剂师的身上 我看着毒药的威力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 药水无情的俯持着飞船 已经慢慢的接近了宇航员 此时此刻宇航员似乎已经无法反抗 夺不起然宇航员已经中毒了 看来胜利在望啊 此时此刻宇航员已经失去了重心 从天上掉了下来 好机会 药剂师仍然十分淡定的看着这一切的发生 刷入了宇航员掉下来的空档 药剂师再一次出手 第二次百倍的攻击打出之后 直接冲下了宇航员 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宇航员 只有用身体来抵挡这些毒药了呀 果然药剂师胜利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点个赞呢 由于没有参加选次场大会的毒药师三兄弟 非常积极的来抵挡宇航员的进攻 但是他们推着算出车 直接走到了飞船的底下 第一次百倍的苹果扔出之后 居然是平舍 想想知道你们在打什么 敌人在天上呀 龙舍三学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在飞船底下不停的转来转去 司机寻找机会 转有了五个小时之后 他们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一击百倍的苹果打出之后 直接击碎了飞船 他说宇航员的飞船也太不结实了吧 苹果冬的击碎的材料 你这也是太自大了吧 果然飞船被破坏之后 宇航员从天上掉了下来 好机会堵了射三兄弟 顺利的接到了宇航员 然后一击百倍的苹果打出之后 三兄弟居然赢了 当然还有一个代价 就是我们的老大脑的全是包 但是这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已经赢了 还不去点个赞呢